現在有請美安集團亞洲區域總監 K美安香港總經理Anthony Guan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很快又來到我們整個大會第四週 即是最後一週的環節 今天下午非常豐富 也會有很多領袖排隊和大家見面 有個消息想,首先和大家宣佈 我們下一次大會在11月份舉行 就已經差不多去了8899 如果大家有留意 買了票的朋友手上的門票 知道我們下一次大會在哪裡舉行嗎 在旺角麥花省場館 也是一個我們從未去過的場館舉行 裡面的排位 我不知道可否有機會再加位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趕快腳步 出去買定票 知道嗎,還有很少的門票 只剩下的 到這個環節,我想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很開心,每次大會 我都會見到很多朋友 很多本地的超連鎖店主 以及最開心見到很多來自海外的嘉賓 都來到和我們仔細一堂 因為超連鎖事業的關係 令到你們來自五湖四海 都聚集在這裡 一起發展這個生意 一起成為好朋友 有一群朋友,他們做得非常出色 他們在這個生意裡面 已經賺了超過一百萬美金 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值得大家給他們一點掌聲 今天我很開心邀請到 有五位上台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用大家的美安掌聲來 歡迎我逐一請他們出來 第一位就是來自我們美安香港的 百萬美元區內部成員 Candy曾 Candy 你好 第二位是來自美安加拿大的彭美山 第三位來自美國的Lisa Woon 第四位是來自美國的Emily Chang 最後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來自台灣的Johnny Huang 大家請坐 我知道大家都對於他們很熟悉 但我今天知道有很多新的朋友 來到現場 我都希望他和大家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Candy,由你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Candy曾 我以前是做生意 制衣生意的 因為工作的關係 導致我身體出現了嚴重的 心力交稅 所以無可奈何 1996年我決定退休 過了我十年同藥物為五的生活之後 幸好在2007年我遇到美安 美安的產品改變了我的身體 還有我的健康之餘 就在那時候我就加入了美安 到現在為止了 多謝大家 Emily 先回想起來 多年前 那個時候 我 求學完畢做 剛剛開始工作 沒有多少年 然後結婚呢 幾年之後 有了老大 那我的工作 因為是採購 食品採購 所以需要出差 老大兩歲多 家庭剛剛成立 那先生 我先生德玲 是土木工程師 他以前也要出差 我們早年出國際差 過年的時候 他在埃及 我在日本 後來因為這樣子 沒有辦法 兼顧家庭 所以後來 工作轉換呢 就變成出國內差 不過還是蠻忙的 其實沒有美安就很忙了 但是我是 無心的很幸運碰到 推薦人 James跟Marian 那時候主要打動我們 是想說 在雙星的情況之下 可以省稅 所以就在 很偶然的機會之下 踏入了美安的創業之旅 明白 Johnny 大家好 我是Johnny 我在20歲的時候 就開始做保險 在金融保險業 那我在保險業 待了九年的時間 前面有 大概有六年的時間 在做個人行銷 後面有三年的時間 在做組織發展 那我是在2006年 就是我 大概28歲的時候 我接觸到美安的產品 那時候用美安的產品 其實對我的身體 有很明顯的改善 那我在2007年 就是我29歲那一年 第一次聽了美安的UVP 創業說明會之後 就睡不著 那這個睡不著 大概持續了兩個星期 那就開始 透過了解美安 就全力投入美安這個生意 那所以時間很快 我29歲加入這個生意 到現在已經12年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年紀 謝謝 梅莎 大家好 為了上孩子的教育 我在1997年7月底 移居加拿大一個完全陌生 沒有朋友的城市 阿波塔神卡加利市 我在台灣只做過一份工作 就是在某大學運行的 企業管理系 我任教了18年 我教管理學會計學成本會計 管理會計 我也是教育部培訓 第一批合格的商科電腦師 所以我也教電子相機概論 我也教程式語言 COBO跟BASC 聽懂這兩種語言 就知道我們年代了 在1992年 我也教MIS 當時我就跟學生說 將來一定能坐在家裡面 透過電腦買進所有 我們想買的東西 我非常感謝我的學校 給我留職停薪六年 那我當初是要證明 這個系統有陷阱不能做 順便做為我回學校的一個教案 避免我的孩子跟學生受騙 後來我經分析之後 我發現這是一個新的 由消費財 累積成資本財 創業的一個新經濟體 所以在1999年3月底 我就加入美安公司 好,Lisa 好,現在Lisa從加州來的 我不會講中文在美國圖身的時候 我媽媽接觸美安的時候是1996年 我們家是開餐館的 有一個人從紐約西來 就是分享這個 這個 business plan 我媽媽就說忙完了我想聽一下 她就開始explain這個plan OK 她就講到一點點數可以往下放 她說簽 她說我還沒講完 我媽是沒關係 這一點就很重要 我可以幫助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媽媽不太了解這個事情 她就說你能不能待一個禮拜 叫一大堆朋友過來來聽 所以那個女的就說 OK,聽了,講完了 第六天我媽就把餐館賣掉 圈子做美安 1996年前 那時候我媽媽是59歲 不懂英文,不懂電腦 那時候可能都沒有手機 就從那時候開始就是 我媽媽看到就是那個 business plan JR Division is very very powerful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媽媽可能跟我講了十年做美安 我就一直說不要 我對傳承燒就很排斥 可是我媽媽以前有做過很多家公司 每一家公司 她就問我的 social security 有沒有就身分證 我就很怕 一大堆貨都來我們家 OK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不喜歡做這種轉持燃的 然後就有一天我媽媽就 我媽媽就去那個 我媽媽就說 那時候我媽媽就開始生病 所以我就想 I don't have a choice I have to do something with Market America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媽媽就請教 Kevin Buckman 就是說你能不能教我女兒怎麼快速的 就是了解一下美安 所以我就一直跟著 Kevin Buckman I said can you please mentor me He goes I am so busy there's no way 我就跟到洛杉磯 他哪裡講過就是跟著他 Finally he goes OK I'll do it under one reason Under one condition I said 是什麼 他說你當 local coordinator 我就說 OK 當 local coordinator 沒事啊 No problem I'll do it 他說 Chinese and English I said OK no problem 誰會知道 現在是一個 full time job 所以我就從那時候 從GMTSS花了很多時間 學了很多東西 就開始 十年前就是 八年下來 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就真的就開始學 怎麼去做美安 好 太好了 好 麻煩我的同事 首先把我們的螢幕 展示給我們 大家看到台上 有很多位都是來自不同的背景 有做傳統生意 開餐廳 做保險 甚至是做教師 工程師都有 但是我想在座 和你們一樣 以前他們是由劍職開始的 我想問Johnny 有沒有什麼magic moment 令你決定 由part time 變成full time 成為你終身事業 好 那講到這個magic moment 其實要講到我女兒 那我在26歲結婚 27歲有小孩 那其實我爸爸在我念書 就不在了 就走了 所以我就想 我怎麼樣能夠 多賺一點錢 然後有機會 可以陪我的小孩 所以那時候 我就是很努力 在保險事業工作 早上很早出門 很晚回家這樣子 那所以我早上看到我女兒 在睡覺 晚上很晚回家 看到我女兒 在睡覺 所以每天 就是看到我女兒 以為我女兒是睡美人 對 那所以就是 在有一次我女兒 快三歲生日的時候 她特地跟我太太說 一定要叫她起床 然後她就跟我說 早上起床 我女兒就跟我說 爸爸 我生日快到了 那我已經算是我女兒 三歲生日 我問她說 你想去哪裡 我女兒跟我講 她三歲的生日願望 是希望我可以帶她去動物園 Zoom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這麼認真的工作 但是竟然我女兒去動物園 這件事情 竟然是變成是她的生日願望 所以我就重新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更好的機會 能夠真的得到所謂的 時間自由 財務自由 所以就在那一天 我女兒的那一段對話來說 對我來說 是我這輩子 最重要的 magic moment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女兒 讓我有今天 就是能夠成為 三個小孩的爸爸 然後能夠有很多時間 可以陪我的家人 陪我的小孩 太好了 Lisa 你的 magic moment 我的 magic moment 是 我媽媽去Vacation 她就說你去酒箱去拿支票 去Deposit 所以禮拜一就去拿支票 就看沒什麼 就把它存進去 我媽走了兩三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我就開始說 OK 我那時候開餐館 第三個禮拜我說 Oh my gosh 我媽媽 makes more money in a week than I make in a month at my restaurant 那就是我的 magic moment 才真正的就是說 美安不一樣 然後我第一次去大會的時候 我就去Miami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這些人上台 穿著拖鞋 賺1萬 155 10,000 15,000 然後我就看到 Elizabeth Webber上台 藍眼睛,金頭髮,蹦蹦跳 那時候她賺了 100,000 U.S. dollars 我在心裡想 Oh my god If she could make 100,000 dollars anybody could make 100,000 dollars 謝謝 OK 那大家聽完他們的一些背景 那大家都知道 今早Lilia 都跟大家說過關於 怎樣去做招募 那我想問問他們幾位 在招募方面 一些提示 還有 有什麼方法 可以防止一些 可能一些領袖 不是很成熟之前 就已經嘗試去 離開團隊 做自組團隊呢 或者進來開始 Emily 講到物色招募這一塊 因為我跟德琳剛開始說 我們都是全職工作 兼職在做 然後人脈很有限 所以一開始 我把我的同事 她把她的同事 最要好的同事 兩人各找一個 完成 開展業務完成以後呢 就無以為繼了 開始學著陌生開發 半陌生開發 然後開始了解 要把天線打開 然後可以探索大家的需求 所以 基本上我想物色招募 我們做的大部分 都是陌生跟半陌生 那我的一點點 tips 心得就是 在跟人接觸的時候 倒不是我們要急著 想我要什麼 我要你加入美安 我要你對錢有興趣 我要你對收入有興趣 要你 對不對 被那些標準答案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 她眼睛裡頭 看到我是什麼的話 我就知道我這一球打進去 她會不會接 所以當我 衣衫不整送小孩的時候 我去接小孩 沖沖茫茫 蓬頭顧面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把我自己 放出去 我會用這個 我借力於我先生 我就敬佩她 然後如果德林打球 穿個短褲 跑出去碰到很好的人的時候 她也不會講她自己的美安 她就講說我太太 她都幫我太太在做 所以我覺得了解對方的需求 還有你眼睛裡 她眼睛裡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Johnny 講到這個招募這件事情 那我講一下我自己的一點點小故事 我29歲開始經營美安的時候 那我用兩年的時間 我就拿到每個星期都五千五千 就是一萬六千億港幣 我只花兩年 那最重要的是我這兩年裡面 所有美安該拿的獎我都拿過了 我在兩年的時間 我做了八次的Master UFO 沒有斷過 我也拿過現在所謂的這個主席挑戰獎 所以當時我在招募的這個過程 說實在 如果我們真的要找到兩個隊的人 原則上這兩個人 可能要跟我們一樣優秀 甚至要比我們更優秀 大家同意嗎 如果找可能程度又比我們差 經濟狀況比我們差 人脈比我們差 真的你要發展起來的這個可能性 會比較幾率比較低 所以那時候我做了八次的Master UFO 我總共推薦了十六個人 那時候是一季要推薦兩個人 所以我總共推薦了十六位 這十六個人 大部分的年紀都比我大 那經過這個一路發展到現在 這十六個到現在還在的有五個 年紀都比我大 原來在社會上都比我更優秀 所以回頭我自己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在想 到底為什麼我可以招募到這些比我厲害的人 包含以前我的老闆 老闆的老闆 老闆的老闆的老闆 都被我招募進來 對 所以說實在他們看我 看我就是很菜啊很年輕啊 可是為什麼願意跟著我一起發展 是因為我是照著美安的系統一步一步做 一步一步走 就像這兩天 各位如果看到有上台的這些Leader 我們如果要找優秀的人 我們要學他們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當我帶進來年會的人看到我上台 看到我的團隊有人上台 他們自然就相信我了 所以我想招募這件事情最關鍵的是 我們自己有沒有先成為一個對的人 我們才能夠找到兩個比我們優秀 甚至是對的人 那這個要先從我們自己開始 謝謝 我們一直都在說 根基建於產品動力 源於人才 人才剛才剛剛說了 產品都一樣這麼重要 JL經常都告訴我們 人不喜歡被推銷 但很喜歡買東西 Kendy我知道你的零售非常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零售的提示 我先謝謝你 其實人是很不喜歡被人推銷的 而且我也是一樣 因為我覺得買東西 我不喜歡別人在我身邊推銷你什麼 但是我記得 我在美安公司裡面學習的時候 資深的領袖 經常都跟我們說 我們必須要讓自己做到產品中的產品 所以我自己在美安裡面用的產品 是用到自己 將自己的身體改善了之後 容貌都變得好了 的時候很多人就會來問我 為何你的樣子變成好像不一樣 以前一樣 這樣我就會把我自己用的產品 跟他們分享 分享之後 他們覺得OK 我只是用一個分享的心態 不是推銷 只是零售 只是一個結果 多謝大家 好啊 我記得你以前的照片 你有沒有展示過給別人看 是你未用的產品之前 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見過 已經 那是一個 我不敢說 是一個很嚇人的照片 但我用了美安紙 是完全不同了 我想大家有留意 Candy Mark的Facebook 都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我之前又再問一下美山姐 你是怎樣去做零售的呢 確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消費 但是都不喜歡被人家推銷 強迫推銷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很強的 很喜歡的就是分享 而美安公司的一對一型 專門從事一對一 就是向少數的客人 提供種類繁多的各式產品 幫客人找到想要的產品 幫產品找到適合的客人 滿足顧客的需求 創造終身價值 所以我們一定要以身作則 在美安買得到的 一定在美安買 在美安買不到的 一定到我們的夥伴商店買 先做到自己 滿足自己的需求跟價值 進而就透過分享 關心還有學習 我相信零售就蠻容易的 所以美安的產品 大家都知道非常優勇 好像他們兩位一樣 根本不需要去黑銷售 用分享的方式 已經可以買到產品 在場 我想所有朋友都會認同去大會的重要性 我想問一下 Lisa,你記得你第一次去大會的時候的感覺 以及怎樣影響你的一生 我第一次的 Convention是 1997年的時候 在Fort Lauderdale Leadership School 那一年我媽媽得到那個 President's Challenge 她可能是第一位華人得到這個President's Challenge 就是她一位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叫我去幫她翻譯 在那個President's Reception 所以我也蠻緊張的 從來沒有見過JR跟Lauren 我媽媽就說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JR講 一定要把這些英文的資料翻成中文 OK 所以我們到那邊去 JR, Marty,Lauren 就跟他們講 就 You take business cards You have to bow down 教他們什麼去 一大堆東西 And finally 我就跟JR講 我媽最主要今天要跟你講的 你一定要把我們的英文的東西 全部翻成中文 三個月以後 全部翻成中文 我們的那個 Chinese的那個 Community就開始情報 So, that's my magic moment 大家真是好幸運 到今時今日 我們全球有中文版的 有法文版 西班牙版 還有馬拉版的 任何材料都有 真的很方便 Kendy,你呢? 我記得 在2007年加入了美安之後 大概是2008年左右 美安香港是第一次大會 當時我是不知道什麼叫大會 因為我們做傳統生意的 只有開會 就沒有大會 所以公司告訴我 是要開這個會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當時我已經在美安 拿到一些佣金 我想都是應該要去 他叫我們去做的事 應該是對的 所以去參加大會 那去到大會 當我參加大會的時候 知道了原來這個大會的重要性 是給了很多的資訊 還有很多 即是等於我們的傳統生意裡面 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一樣 我感覺 後來我聽到很多新的資訊 還有在台上 聽到更多資深的領袖 在分享他們本身的 在美安的個人故事的時候 當時我感覺 好像打了一支強心針一樣 這間公司一定是正面的 不像別人所說的 什麼老鼠會 什麼會 NO 非常之不是 所以我就在我自己心裡 決定了 我要在美安裡面 跟著公司的系統 一路一路這樣 去做到現在 即是跟著的系統走 這樣給我 是很強的信念 去 比自己應該做得更好 所以向美安賣盡 好 美先生 我第一次參加美安大會 是在2000年的二月 媽咪的Leadership School 那一次是非常讓我的震撼 因為第一 我們的總裁 真要在台上 那種拼命 卯足的精神 講了近四個小時的演講 他的西裝 都全部濕透了 第二 他這要讓我知道 阻礙我們前進的 都是自己 第三 最重要的是他把我們當家人 他希望我們能夠透過 超連鎖事業發展系統 讓我們一般普通人 能夠打造 永續收入 達到財務獨立 所以說 那時候 第四 他希望 將 利用這個系統 讓愛傳至全世界 所以當下 我就覺得 這個人我值得跟 我不努力做 我等於對不起他 而在經營美安的過程中 讓我發現我是誰 我的使命是什麼 所以美安的大會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的大會 在美國 是2006年 2007年初的時候 去到美國的大會 我被邀請他吃一頓飯 後來我才知道 坐在左邊的是 Joanne Shee 坐在右邊的是 James 整晚好像是interview 但是令到我 永遠都記得 是一個很好的 experience 令我更加快 融入美安這個生活 在過去 這麼多位 都應該做這個生意 超過十年的時間 我想問一下 Johnny 你回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位 你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 一些 這個生意 其實 如果可以讓我 重新再 回頭再來看的話 到底怎麼樣 可以做得最好 我覺得那時候 剛剛我有說 我在前兩年 我非常認真做Master UFO 但是我以為 這只要我自己做到就好 所以我 如果可以讓我重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要把Master UFO這個觀念 在所有 我溝通的新朋友 或者是團隊的新朋友 還沒進來以前 我就告訴他 你只要做Master UFO 透過三年 兩到三年 持續做Master UFO 你一定會很成功 因為Master UFO 裡面它包含了 成功我要覺得 五個要決都要做 這裡面包含 要有創業家的態度 設定目標 要有零售 甚至是招募 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完成之後 我們把Master UFO 複製給我們招募 進來的人 那也因為這個 我開始這個 十二年前開始做 那在初期沒有很認真的 去帶領團隊 所以中間有一段 很多夥伴進來 但是沒有賺到很多錢 甚至有的人 他就沒看到希望 就走了 所以後面 大概到我這個生意 第四年開始 我認知到Master UFO 太重要 所以我就在團隊裡面 去推所謂的這個 連續做五次的Master UFO 所以我現在團隊 有一個非常非常 也是在這短短六七年 這個過程就晉升到 一低 就是每四個星期 賺兩萬五到三萬六美金的 也有一對夫妻 叫蔡昌志跟林夢涵 他們就是連續做五季 Master UFO 然後沒有斷 養成習慣之後 連續做幾次 各位知道嗎 總共做了十六次 做了四年上director 所以我才發現 原來公司的系統 Master UFO 這麼的厲害 所以這個是如果讓我重來的話 包含我想要跟各位 各位夥伴就是講 我們要創業 其實目標很重要 Master UFO 真的是讓我們成功 最快的關鍵 謝謝 非常之認同 Master UFO的重要性 Emily 其實回想過去 因為我跟我先生 都沒有做生意的經驗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從零開始 那同時兼職在做 所以很多方面 都做得非常的不理想 這是一個不斷 學習跟修正的過程 那我除了Johnny 剛剛講的這個執行方面 其實公司當年也沒有系統 也沒有這樣 Master UFO的這個名詞 但是讓我印象最深刻 一個慘痛的教訓呢 是曾經我們有一個 有一組夥伴 非常有生產力 然後他們都是專業的在職人士 那他們的位子 剛好在一群家庭主婦的下面 那 因為我是兼職 而且當時大家知道 沒有經驗 睡覺不知不覺 家庭主婦上線 照開會議的時候 六點開會 七點還沒有開 七點開始三三來遲以後呢 就開始你借貨我借貨 七點半還沒有真的開始 本來說 這個六點開會 八點就要結束 上班人回去還趕快吃飯 第二天要上班對不對 七點半才 才開始借貨 你借貨我還貨 差不多要開始的時候 上班族決定八點鐘 不是要下 聽說八點要結束會議嗎 就要回家了 這樣開了幾次恐怖會議以後呢 上班專業人士慢慢的就 退縮 然後慢慢有一天的不見了 那我跟德琳後知後覺 一百多人的團隊不見了以後 後知後覺有一天才領悟了解 為什麼他們不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那現在會先知先覺了 對於屬性不太一樣的這個 夥伴跟 夥伴的帶領要做一些 事先預防妥善的安排 那不同的人的確要有不同的方法 這是我最慘痛的經驗的分享 我相信不斷的檢討才可以越做越好 在幾年間大家都看到 有很多第二代出現 譬如美山姐她的女兒Wendy也在場 我想問問美山姐 我知道你現在和你的旅程 有很緊密的合作 我想問你和她合作 有沒有什麼挑戰 有沒有代溝 當然會有 畢竟我們有36歲的差異 所以在處理美安過程的一些方法 跟觀念上一定會起爭執 但是我們選擇彼此的尊重 那美安事業是一個感覺的事業 你必須要親自做到 你才能夠有所自我成長 跟有所成就 那我女兒Wendy 從八歲就跟我去參加美安 一年兩次的美國的兩次大會 今年的八月 Greensboro的北考大會 是我們第四十次的參加美安大會 那我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所以我們有任何的爭執 都是回歸到公司系統為依據 所以就避免了很多的挑戰 所以在這邊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由於美安的大會 那我可以跟我女兒一起學到 緊跟著公司 緊跟著系統 緊跟著GMTSS一起成長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跟我的女兒成為終身的同學 終身的朋友 真是太好了 母親女兒可以做朋友 還可以做同學仔 這個生意真是老笑涵兒 Lisa Lisa 你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第二代接班人 當時你決定接班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壓力呢 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不會講中文 不會看、不會寫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八年就慢慢開始學中文 壓力蠻大的 還有我們團隊也很大 所以我就花了差不多五年時間 就是來亞洲、美國 就是認識我們的團隊 我媽媽教我就是說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這些 我們做美安是 就是 based on relationship 就是關係 OK 所以我媽媽就教我 以前我媽媽做美安的時候 我就覺得 Oh my gosh 她常常整天在電話上 OK It's like a lot of problems 像Vicky剛開始的時候 Vicky家就是 Grand Central Station 她的家就是 Chinese Distributor Services OK So 剛開始就很辛苦 很多東西我們都不了解 So 看 就是我媽就教我 你要 Build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your team OK 像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也不懂 I didn't know how to do anything 怎麼去來 訂飛機票 everything 她就說 我媽媽的一個夥伴就說 你找一個這個阿姨 在EVA Air And get a ticket whatever 所以我到那邊說 剛剛好是我們一個Logo 我就早走 下雨天 我有兩個小孩要丟到 開一個多小時 OK And then 我就打電話給他 You know what I don't think I'm gonna make the flight 又下雨 I'm not even dropped off my kids 我小孩子都還沒送到 我朋友家去 他說沒有關係 他說你就 pull up to the airport 給我你的護照 行李給我 我在想 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他說我胖胖的 I said OK 我就把東西就送給他 我就去park with a car OK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他說我到了 他就給我護照 我就進去 他說 go to the lounge 就 meet me in the lounge 我就去了 他就說 You look like a mess 給我一個毛巾 然後你趕快去洗澡 洗完澡就說 吃東西 And she goes 在台灣誰接你喔 And I said 我就 Taxicab 他說 你有沒有錢 他說 Yeah 我有美金啊 他說 The banks aren't open You have to exchange那個錢 他就給我一千台幣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女的 OK It's because 我媽媽 built this relationship 我這個 distributor So 你要想想看 The relationships that you build now 你可能不會 experience it 可能是第二代 第下代 that will experience the blessings the generational blessings 所以我會覺得 relationship是最重要的 給掌聲Lisa 她真是聖傳她媽媽 一直把這個生意帶給很多有需要的人 Candy媽 我知道你剛剛從澳洲回來的 那就是 參加完你的兒子的畢業典禮 你對Jim有什麼期望 在這裡呢 我首先是多久感恩美安公司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是美安公司 能夠給到佣金幫我的兒子 在哪裡呢 給一個好的環境 他在澳洲那裡 完成了他的註冊營養師的課程 這個是我最開心 還有是最高興的事 那我真的很感謝美安公司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 將他的學意志用 能夠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去改善身體 所謂母子齊心 其利斷金 我希望他能夠 將他的知識 和他的專業 幫助美安公司的產品 能夠發揚光大 是我的心願 多謝大家 我們會一起去鼓勵你的兒子 對 很多位台上的朋友 都有發展海外的市場 當你們去到外國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保持著 管國自己國家的動力 那個momentum呢 Emily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從2002年跟著 James 我們大Leader到澳洲 到現在已經到了很多國家 那總結起來的話 這 我們倒還要發展 本國市場 這不是零和遊戲 照理說應該是雙贏多贏的 我覺得 就四點來講 如果我們對夥伴 不是帶動 不是推動 如果是啟動的話 你不在 他還在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我在培養很多AE的時候 或者培養帶Coring 帶小組的這個Leader 我永遠不是眼睛看這一個Leader 我永遠知道後面的種子部隊 2號跟3號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就海外市場 亞太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大部分都亞洲的夥伴 所以我們在 都在亞洲裡面嘛 亞洲區裡面 不是很遠 相對來不是那麼遠 沒有什麼時差 就整個團隊運作而言的話 如果是有計劃的 不是20個人全部走 讓他這邊上空乘器 我們可以輪流 我們可以輪班 根據組織 根據當地市場的需求 這一P是TLS的 下一P是化妝的對不對 來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它可以達到雙贏的效果 最後一點是 覺得我們 NPCP在亞太市場一體化 這樣架構下擴展 這是枝葉發 這個枝葉的成長 茁壯 越多BB越多組織 因此 本國市場跟外國市場的親夥伴 是可以透過很多工具 我們互相激發 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 同樣一線的夥伴 有人出去 不是他不管我 而是他幫我帶進更多新的BB 更多新的夥伴 這是一個雙贏跟多贏的局面 謝謝 Johnny 這個生意 因為我們是做網路生意 所以一定要走出去 尤其我們在亞洲 透過這個亞太一體化這個計畫 真的是可以透過這個分享 賺到全亞洲很多人的消費這個通路財 那實際上我在 最早在決定要打發展海外市場的時候 我聽了GMTSS裡面這個 所有在第一排第二排這些大Leader們的課程 包括Joanne Vicky 郭博士 還有在做很多Leader的課我都聽過 那他們都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千萬不能做了一個新的市場 但是原來的市場沒有做好 因為其實他們對我跟我們分享 他們當時發展台灣的時候 美國市場怎麼樣的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是 我在一開始決定要走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 我要記取這些前輩們的經驗 我怎麼樣可以走得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在我團隊裡面就很清楚 就是我一定要用大概80% 跟團隊的時間跟資源留守在本地 只用20%的時間拿出來用 那什麼叫做所謂的20%到大概25% 那時候每個星期 我們團隊在做所謂的Coring 這件事情是要確定 這個12週的課程都要穩定的 都有人進去上課 這樣子穩定上課才確保 大家是在這個火爐裡面是火不會洗的 那第二個就是確定 大家都有進入GMTSS上課 有買票 那這樣即便我們人到國外了 團隊還是一樣在GMTSS裡面繼續發展 一樣在Coring裡面發展 那在發展這個亞太市場的時候 那時候就我那時候的團隊規模 我們就把我的團隊拆成四個組 四組 那四組因為出去所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每一個每一組 其實可能在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他只出去一次 那另外有三組人是留在台灣發展 所以這一組人去 他就是在比如說他在新加坡 或者是在馬來西亞發展 那同時他也知道另外有三組團隊 在幫他照顧他的團隊 那這一組回來了之後 另外一組又過去 一樣有75%的資源還是在本地 那只有一個Team會到國外去發展 所以我們在海外市場發展 大概有這個六七年的時間 就是按照這樣的一個準則 主力還是放在本地市場 並沒有因為打了這個海外市場 而超過這個一半資源是在海外 所以也因此我也要謝謝 我們在做所有這些海外的前輩們的經驗 讓我們在走的過程沒有很大的影響 謝謝 你們這些非常好的實戰的經驗 但時間過得很快 我還有很多問題想問過你們 但也沒辦法了 那我留給你們不要害羞 有時間今個下午 走出來前面那行 和你們四個嗨 問多些問題 去幫助你們的發展這個事業 最後最後希望每一位 給我們一句在場 所有在努力中的超聯所店主的鼓勵 Lisa from you 我剛剛說的就是 relationship很重要 還有 我覺得你們年輕的人 有小孩 我覺得 one successful tip 就是把他們 越小的時候 就把他們帶到我們系統來 有的時候我們就覺得 我們在做美安的時候 不能把小孩子帶來 或我不能去上課 因為我們小孩就是 it's just an excuse 對不對 你是做的美安是 4-year kids 所以我是單純媽媽 帶了兩個小孩 6歲 11歲 今年我們小孩 16歲跟21歲 都已經了解美安是 什麼東西 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最主要就是 從小的時候開始最重要 在這個跨界打劫的時代 不學習就只有被淘汰 所以在座的你們手上都有票了嗎 然後呢 真的是 贏在學習盛在改變 這個呢 知道呢 很多這個道理大家都懂 對不對 自我的改變是重生 但是呢 被人改變是淘汰 那道理都懂 知道呢 是毫無價值 但是呢 做到呢 是無價之暴 然後呢 在美安要成功 就只有兩個字感恩 成功的方法 就是做就是了 祝福大家 我想要問各位 今天從家裡來這裡的路上 你快樂嗎 但是我在來的路上 我看到好多在車上的人 其實是不快樂的 所以我們能不能先從自己快樂 我們都想要跟快樂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建立出一個快樂的團隊 那最重要 除了我們快樂 會帶來一個很高的能量之外 在場有太多人 因為在這個生意都成功了 所以想像成功這件事情不用太難 最難的是相信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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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成功 當你相信的話 你又很快樂 你一定會找到對的人 所以最後送各位一句話 凡人心 所能想像 並且相信的 終必能夠實現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 Emily 在美安世界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每年兩次大會 所以在座各位 是不是已經準備了下一次大會的門票 其實大會門票 根據觀眾說 你快要賣完了 大家要放心 因為我們香港人非常聰明的 金山銀山 每一個香港人都要 你不買的話 別人一定把它買光光 但是如果你想要預約你的金山銀山的話 請以三的倍數 往上加碼 如果越快的話 就乘以三 如果賣中速就六張 慢速的話 普通速度三張就可以了 票很快賣完了 加油 最後Candy 我就說 其實在美安香港這裡 有時候 大會門票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去買三張大會門票 一個獨秀是不是春 萬子千雄才是春 我正在努力著 在美安公司那些人 和團隊 希望可能 要在百花齊放 在美安香港更上一層樓 多謝大家 見到你 現場 除了我們全球 有四百多位 百萬美元俱樂部的成員 但是今天來到也有很多位 我想請到 所有的白威美安 朱女部都請願 暫時來 希望我們所有傳掌的朋友 給他們一點掌聲 好嗎 我很相信有一天 我們全會場 都會是百萬美元俱樂部 有一天在台上 全部都是來自香港區 好嗎 在這裡再一次 謝謝各位嘉賓 謝謝